英國政府5月24日表示 世界衛生組織WHO 對中共病毒武漢肺炎起源的調查 必須有力、透明和獨立 並且需要探索所有可能的說法 《華爾街日報》WSJ 週日緩引筆據明消息源的話說 美國一份情報報告顯示 在中共政權報告首批COVID-19病例之前一個月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員 就已經在醫院就醫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的官方發言人 被問及這篇報道時做了上述回應 美國國務院1月15日發布的一份概況介紹說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幾名研究人員 在2019年秋季 出現與感染中共病毒相似病症 但沒有人提到研究人員的人數 與他們患病的確切時間 週日被要求對華日的報導發表評論時 約翰遜的發言人說 世衛對病毒起源的調查正在進行 我們自始至終都很清楚 調查必須是穩健、透明和獨立 他補充說 調查需要探索所有可能的理論 了解COVID-19如何從動物跳到人類 以及它是怎樣傳播 敢對確保我們從這場危機中吸取教訓 並防止另一次全球大流行至關重要 當被問及該報導是否暗示 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時 該發言人說 我們希望令世界徹底進行調查 並正確進行 然後從中做出判斷